1945年5月7日 纳粹德国正式签署投降协议 欧洲战事宣告结束 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割占领 苏联在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俗称东德 西方三国在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俗称西德 此后的几年里 东德经济持续恶化 民众似乎看不到生活好转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经不住西德的鼓吹和煽动 开始千方百计地逃往西德 从1949年到1961年间 总共约有27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 这些人几乎囊括了东德各个阶层的精英 为了阻止人才和技术的流失 东德统治者下令在两国之间 修建了一条长约156公里 高达3.6米的高墙 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但是这堵高墙能限制民众的身体 却不能限制他们的思想 于是 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 史塔西应运而生 史塔西拥有约10万名专职人员 近60万线人 这些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负责搜集情报 监听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很多东德人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话 或是收听了西德的广播 就遭到逮捕和迫害 在史塔西的高压监控下 1600万东德民众如履薄冰 人人自危 我们本期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 和天称一起来看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2分的德国悬疑神作 《窃听风暴》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 男主角维斯勒是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的一员 他不仅是能力出众的监听特工 也是机构里最优秀的审讯官 因为出色的审讯技巧 维斯勒经常被邀请到警校给学生们授课 他告诉学生们 想要撬开嫌疑人的嘴巴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连续40小时不间断的疲劳审讯 在这段时间里 嫌疑人不准吃饭 不准喝水 也不准睡觉 审讯官只要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 如果对方说的是实话 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有时还会补充一些细节 而撒谎的人 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样的答案都是提前设计和备好的 审讯过程中 最好要求嫌疑人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 这样 对方手心里的汗水就会浸湿下方的椅垫 在椅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 等审讯结束后 再把椅垫拆下来封进瓶子 有了这个瓶子 没有一个嫌疑人能逃脱猎犬的追捕 听完维斯勒的课程 有学生立即表示抗议 称这种做法毫无人道 维斯勒没有反驳 只是面无表情地在抗议者的名字旁边 画了一个插号 表示这样的学生思想有问题 需要重点关注 维斯勒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平时不苟言笑 冷酷无情 异性扑在工作上 是体制的坚定拥护者 活得像一台冷冰冰的机器 这台机器精准运转了很多年 直到一次特殊的监听任务 让维斯勒的人生和三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天 维斯勒受老同学兼上级《谷爷之邀》 去剧院观看一场话剧表演 在这里 他见到了著名的剧作家德哥 或许是出于多年来的职业敏感 维斯勒似乎在德哥身上嗅到了反动者的味道 于是 他立即向谷爷提出申请 希望能亲自监听这个德哥的生活 并很快得到了谷爷的批准 不久 维斯勒就找了个机会 在德哥家中安装了一整套监听设备 就连公寓大门口也被安装了监控探头 监听地点就设置在德哥公寓对面的顶楼 从此 维斯勒开始对德哥细致入位的监听监控 德哥生日这一天 和同居女友蒂娜在家中举办了一场派对 艺术圈名流悉数到场祝贺 喧闹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消沉落寞的身影 此人正是德哥的恩师 恩师曾经是一位才华狠一的大导演 因为拒绝替史塔西效力 遭到了东德安全部长汉普的封杀 已经十年无戏可拍 德哥想劝劝恩师 却也无从开口 派对上 德哥的朋友豪斯先生 和另一位导演突然争吵起来 这位导演依靠宣传走狗文化 最近混得风生水起 豪斯非常看不惯对方的做派 当面嘲讽了几句 德哥赶忙上前解围 并向导演道歉 趁自己的朋友只是喝多了 气得豪斯摔满而去 离开前 豪斯还痛斥德哥是个懦弱的顺势者 完全有失文人风骨 德哥无言以对 派对结束后 他拆开了恩师送来的礼物 那是一本乐谱 名字叫做《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德哥的内心无畏杂陈 你有蒂娜见他情绪不高 主动上前求欢 另一边的维斯勒 一五一十地记录着坚听到的一切 甚至包括两人亲密时的声音和时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维斯勒发现 每周四的晚上 都会有一辆豪车 将蒂娜悄悄送回德哥楼下 经过调查 维斯勒惊讶地发现 这辆豪车竟然是安全部长 汉普的座驾 原来 即使维斯勒不主动申请监听德哥 谷爷也会安排下这个任务 因为汉普部长 已经看上了德哥的女友 蒂娜小姐 所以他要掌控德哥和蒂娜的一举一动 蒂娜是东德 家喻户晓的女演员 颜值演技双再现 汉普部长早已对其 进行过多次实质性的侵犯 每周四 就是汉普强迫蒂娜 跟自己约会的日子 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业和前途 蒂娜不得不默默忍受 但汉普部长并不满足 他想要抓住德哥的把柄 扫清这个碍眼的情敌 彻底将蒂娜拒为己有 维斯勒将汉普部长的车牌号 如实记录在档案里 结果在上报时 被上级谷爷直接划掉 谷爷提醒维斯勒 千万不要去管高层的私生活 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 德哥的反叛证据 维斯勒坚定的内心 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他以为自己正在为崇高 而庄严的集体事业而奋斗 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又一个周四的晚上 汉普部长照例在约会结束后 将蒂娜送回家 这一次 维斯勒利用一个小装置 搏响了德哥的门铃 德哥下楼查看时 刚好看到女友衣衫不整地 从汉普的车子里走出来 瞬间明白了一切 蒂娜回到家后 在浴室里仔细清洗了自己 然后又吞下几片抗抑郁药物 这才勉强压住内心的痛苦和恶心 德哥知道女友的身不由己 只是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对方 在日复一日的监听过程中 维斯勒对德哥越来越了解 也越来越好奇 渐渐的 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窃听 为了更加贴近对方的生活和感受 维斯勒还会趁着家里没人屎 悄悄潜入德哥的房子里 轻轻抚摸德哥和蒂娜睡过的床榻 还会偷走德哥喜欢的书籍 细细阅读 这是维斯勒职业生涯中 从未有过的情况 他似乎被德哥浸染了一丝人气 不久后的一天 德哥收到了一则恶号 他的恩师 也就是那位郁郁不得志的导演 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无望的日子 上吊自杀了 德哥既震惊又悲痛 他呆浪良久 拿出了恩师送的乐谱 弹奏了那首 送给好人的奏名曲 婉转悠扬的情深里 满是悲伤 怀念 悲愤和畅往 正在窃听的维斯勒 也被这情深深打动 一贯冷漠空洞的内心 被一种复杂而陌生的情绪充满 不知不觉间 他竟善然了一下 晚上回家的时候 韦斯勒在电梯里偶遇了一名小男孩 小男孩似乎从大人那里 听说过韦斯勒的身份 于是童言无忌地张口询问韦斯勒 是不是史塔西的人 并指责史塔西都是坏人 韦斯勒下意识地问起小男孩的名字 但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或许不该像审问犯人一样 对待一个孩子 又是一个周四的晚上 蒂娜为了出门应付汉补部长 谎称自己要去见一名女同学 这一次德哥没有继续沉默 或许是恩施的死 刺激到了他 他当面揭穿了女友的秘密 并恳求对方不要再去赴约 德哥告诉蒂娜 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观众喜欢的是她的才华 她不需要去讨好那个恶心的男人 蒂娜忧伤地反问 真的不需要吗 不等德哥回答 蒂娜继续说道 他们才是制定规则的人 他们决定你演什么 由谁来演 就算你是才华狠义的天才 他们也能轻易毁了你 就像毁掉德哥的恩施一样 维斯勒全程窃听了蒂娜和德哥的对话 但他没有将蒂娜的这番话记录下来 就在这时 同事过来换班了 因为要保证24小时不间断地监听 所以古爷给维斯勒配了一个搭档 搭档每天都会迟到 唯独今天特别准时 维斯勒既担心 蒂娜的不当发言被搭档听到 又迫切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他假装什么也没监听到 只是将设备交给了搭档 然后自己急匆匆地来到德哥楼下 结果刚好装上了外出的蒂娜 蒂娜没有直接去找汉补部长 而是来到了附近的酒吧 他显得痛苦而纠结 似乎不知该如何是好 维斯勒鬼使神差地走到蒂娜面前 谎称自己是对方的忠实粉丝 还表示观众们都很喜欢他 接着又鼓励蒂娜继续保持真性情 勇敢地做自己 这番话似乎点醒了蒂娜 他对维斯勒表达了感谢 称对方是个好人 然后起身离开了酒吧 第二天 维斯勒从搭档的记录里看到 蒂娜离开酒吧后 就立即回了家 和德哥度过了甜蜜的一晚 并保证自己再也不会离开德哥 看到这里 维斯勒的嘴角微微弯起 露出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 另一边的德哥 因为女友的反抗 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他决定不再做一个懦弱的顺从者 思考再三 德哥打算匿名撰写一篇文章 以恩师的死作为切入点 探讨这些年来 东德自杀率持续增长的原因 这样的文章无疑是打脸东德统治者 所以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发表 德哥就向目光转向了西德 为此 他找到此前骂过自己的朋友豪斯 豪斯人脉很广 也很有动争经验 只是此时的豪斯 也被史塔西掩密监听着 所以两人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 来商讨这件事 德哥提议到自己家里 他还完全梦在鼓里 以为自己家很安全 实际上已经被人长期24小时监听了 为了验证德哥家中是否安全 豪斯故意在这里谈论 自己家来了一位住在西德的亲戚 到时候 他要藏在亲戚的车里 偷偷越过边境线逃往西德 维斯勒听到这里 立即拨打了边境管理处的电话 想要举报这件事 可就在开口的瞬间 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维斯勒一边念叨着 夏布维利 我的朋友 一边挂断了电话 不久 豪斯的那位亲戚顺利驱车回到西德 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盘查 豪斯因此误以为德哥家中没有被监听 于是将几个作家朋友约在这里 一起讨论那篇文章应该怎么写 由于每台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自己都是不一样的 而东德境内的每一台打字机 都被史塔西记录在案 秘密警察能够通过自己 轻松追踪到每篇文章的作者 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豪斯前方百计搞来一台全新的打字机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又对外谎称 正在一起编写为祖国献礼的剧本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维斯勒自然不敢继续隐瞒 他将几个人的计划详细记录下来 然后带着文件来到古爷的办公室 准备汇报这件事 然而还没等维斯勒开口 古爷就拿出一份自己指导的博士论文 洋洋得意地介绍起了里面的内容 论文详细论述了折磨艺术家的方式和方法 古爷告诉维斯勒 对付德哥这样的艺术家 就得将其单独关起来 不让其和外人接触 艺术家们往往都需要朋友 喜欢与人交谈 长时间与世隔绝 就会将他们慢慢逼疯 到时候就算放出来 他们也彻底废了 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 维斯勒听得通体发寒 他默默藏起手中的文件 不仅没有举报德哥 还谎称对方没有任何异常 建议取消24小时监控 撤回搭档 由他一个人全权负责 古爷以为维斯勒想独揽功劳 也就顺水推舟 答应了他的建议 德哥和朋友们 因此得到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 他们每天聚在一起 搜索资料 撰写文稿 每次聚会结束 德哥都会把打字机和文稿 藏在门廊木地板下方的暗格里 这件事连迪娜都不知道 迪娜有次提前回家 刚好撞见男友在藏匿打字机 但两人心照不宣 迪娜没有追问什么 不久之后 德哥的文稿终于完成 并成功在西德匿名发表 此文一出 东德统治者坐不住了 他们给古爷施压 命令其尽快救出作者 古爷找来了文章原稿 仔细鉴定了自己 结果发现 跟任何一台记录在案的打字机型号 都不匹配 古爷左思右想 最后怀疑到了德哥头上 可是没有证据 他也不敢贸然行动 因为德哥不仅是国宝级剧作家 而且据说后台很硬 恰在这时 汉普部长再次找到古爷 因为迪娜很久没有赴约 令汉普非常生气 他打算彻底毁了对方 迪娜正在服用的抗抑郁药物 是他自己从医生朋友那里 搞到的违禁药品 为了讨好自己的同僚 古爷竟以服用禁药的名义 直接将蒂娜抓捕 不过古爷一开始并没有为难蒂娜 他给蒂娜提供了一个机会 只要对方愿意指认德哥 就是那篇反动文章的作者 就能够将功折罪 蒂娜纠结良久 最终出卖了德哥 好在他并没有说出打字机的位置 古爷立即派人来到德哥家中搜查 翻遍了每个角落 也没有找到那台打字机 老谋深算的古爷 认为蒂娜没有完全说出实情 于是他找来自己的得力干将 维斯勒继续审问蒂娜 实际上古爷已经怀疑到了维斯勒头上 这么做既是逼迫蒂娜 也是为了试探维斯勒 维斯勒极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 小心翼翼地暗示蒂娜不要出卖德哥 但蒂娜认出了眼前的审讯官 就是那个曾经鼓励过自己的粉丝 原来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警察 就隐藏在自己身边 蒂娜吓坏了 他直接交代了打字机的位置 随后古爷爽快地释放了蒂娜 回到家中后 蒂娜自觉心中有愧 但也只能假装无事发生 没过多久 古爷就亲自带人杀到 他们假模假样地到处翻找一番 最后盯上了门廊处的木板 古爷玩味地询问德哥 木板下方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 德哥马上意识到 是女友出卖了自己 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对方 蒂娜顿时羞愧得夺梦而出 不忍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然而 当古爷撬开木板后 却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 原来在审讯结束之后 韦斯勒就匆忙赶到德哥家中 趁着家里没人 偷偷带走了打字机 此时的韦斯勒 正等在楼下的车里 默默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突然 他看到蒂娜精神恍惚地 跑到马路中央 恰在此时 一辆汽车急尺而过 迎面撞上了蒂娜 韦斯勒慌忙下车 跑到浑身是血的蒂娜身边 已经奄奄一息的蒂娜 喃喃念叨着 我太软弱 永远也无法弥补我的过错了 韦斯勒赶忙安慰蒂娜称 打字机已经被自己藏了起来 他不用弥补任何过错了 可惜话还没说完 蒂娜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楼上目睹车祸的德哥 匆忙冲下楼 但一切都完了 他只能紧紧地拥住 女友的尸体 失声痛哭 而没能找到证据的古爷 只能信心离开了德哥家 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不过古爷依旧认为 是韦斯勒包庇了德哥 为了以示惩戒 他将韦斯勒发配到地下室拆信 这一拆就是四年零七个月 直到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被拆 韦斯勒才重新走出了 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两年后的一天 德哥正在剧院观看一场演出 还是由他亲自编写 蒂娜曾经主演过的戏剧 剧情还是那个熟悉的剧情 但主演已经换了陌生的面孔 德哥触景生情 又一次想起了蒂娜 为了缓解悲伤 他默默离开了观众席 他走到剧院门口 就遇到了以前的安全部长汉普 如今两德统一 汉普的职位有所变动 已然不负往日的嚣张 德哥好奇地询问汉普 为什么在当年 只有自己没有被监听过 汉普语呆嘲讽地告诉德哥 他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甚至包括他的能力不行 无法满足蒂娜这样的隐私 德哥被恶心到无言以对 回到家后 他拆开了一支电线盒 果然找到了一整套监听设备 可如果自己一直被监听 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 没有被曝光过呢 德哥带着好奇 来到了史塔西纪念馆 史塔西在两年前就已经解散 当年的监听资料 都被收藏在这里 德哥从一大堆监听档案里 翻出了关于自己的监听报告 里面清楚记录了 他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然而 他和朋友一起写文章的那部分 都被替换成了撰写线里剧本 原来 韦斯勒一直在默默保护着他们 为了替他们打掩护 他还编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剧本 翻到后面 德哥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年古爷没能找到打字机 他一直以为是蒂娜帮自己藏了起来 可现在看来 蒂娜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件事 那么藏起打字机的人 又会是谁呢 直到看到窃听档案 最后一页的红色墨迹 德哥终于明白了 藏起打字机的人 就是那名监听自己的秘密警察 因为那台打字机有漏墨的毛病 每次搬动 手上都会沾有红色油墨 德哥看到档案上的监听者代号是 HGW 根据这个代号 德哥从博物馆工作人员那里 问到了救命恩人的姓名和住址 如今的维斯勒已经成了一名邮差 每天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 德哥找到了维斯勒 但是却没有上前相认 或许一句轻飘飘的谢谢 根本不足以表达自己心中的谢意 德哥坐在车里 隔着车窗远远看了维斯勒良久 直到对方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时间匆匆而过 两年后的一天 维斯勒送完信件 走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家书店时 他突然看到玻璃窗上 贴着德哥的新书海报 维斯勒走进书店 拿起了一本新书 书名就叫做 《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飞页上赫然写着一行字 仅献给HGW 并质疑最深的感谢 维斯勒不苟言笑的脸上 再次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拿着这本书准备付款 收益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起来送朋友 维斯勒给了一个 一语双冠的回答 不用了 这是送给我自己的 在内地电影平台豆瓣上 《窃听风暴》以9.2分 排名影史加编榜第65位 而在美国电影网站IMDB上 本片以8.4分 排名影史加编榜第59位 属于十年难得一见的神作 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名造一时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仅为200万美元 不得不说 只要剧本强悍 导演用心 低成本一样可以拍出极致作品 影片中的两个主人公 维斯勒和德哥 一个在暗处 一个在明处 一个冷漠 一个懦弱 最后都因为遵从自己的内心 一个选择了背叛 一个选择了反抗 也正是因为遵从了向善的内心 两人最终在背叛和反抗中 得到了个人的救赎 影片在形式上暗流涌动 让人观看时欲罢不能 在思想上又利益深远 让人看完后 仍有细细咀嚼的欲望 确实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悬疑佳作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小伙伴们还想观看哪些悬疑犯罪和惊悚类电影 别忘了给天成留言 下期见吧